簡單的粗的模型 然後去算出這個很密集的一個 其實是高解析度的狀態 那你可以看到畫面呢 其實是 這邊應該是沒有真正高解析度的模型 我們現在把 shading 改成 small shadow 所以你這邊其實應該就是一堆 簡單的物件而已 但是我看看 我們現在算算看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 直接算 直接算 這應該會跑超久吧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fucky 關掉 這個fucky 應該是現在是跑不動的 好 我聽到機器的怒吼了 所以你看它算出來其實是這種高解析度的數 有沒有 這不用跑完啦 這個大概知道就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討論要怎麼做這種東西 我們一直跑到它 這邊呢應該是 現在呢這場景裡面選到 octree f animated 選到以後 我看看 這邊是 octree 到底是躲在哪裡呢 animated ok 看到了 好 不會吧 我現在 這樣 我媽呀 切到透視圖好了 快速鍵f 好了 所以這到底在哪裡啊 救命啊 自己寫的講義看不懂耶 ok ok 這邊 f 然後應該是什麼 show show all 我看一下這個東西 f 也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搞不好是 是不是被藏起來了 好 這邊呢 Ctrl Display 呃 show show selection 有耶 沒錯 所以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它的man man geometry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是它的 lift ok 所以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這是錯誤 所以這個是其實用Maya的pain in face 轉出來的 對 所以我到底想要講什麼呢 ok proxy export ok 所以現在是說可以我們把 orctree A的這個group 選起來 然後呢 在redshift裡面執行 proxy export 但是我們在export這一段的時候 呃 我們看要設什麼 要選的是 它是redshift proxy 呃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先給你一個觀念 就是proxy通常在 3D動畫軟體裡面跟2D軟體裡面 它的意義是什麼 通常是 電腦跑不動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低解析度的繞 在製作上比較方便 因為高解析度的會讓電腦跑不動 所以在低解析度跟高解析度之間 我們的切換是 製作的時候是用低解析度 然後算圖的時候就變切到高解析度 那在updateface也有這樣的現象 3D動畫軟體也有這樣的現象 不然的話 其實常常有的時候 場景裡面動輒就是 比如說一個森林啊 可能是 就是上千棵樹 跑不動的時候就會需要一些像這樣的一個處理啊 所以我們現在呢 選到orctree A group 然後再執行redshift proxy 去做export selection 然後這個群名為orctree proxy export selection 嗯 好 剛剛是用export這個指定吧 proxy expo 好我們先來做一次看看 這邊 先選到orctree A group 那你可以按ctrl A看看 ctrl E好了 這個是orctree 那ctrl加1是指哪一個指定呢 就是 show 這邊 view select 選到的東西把它給顯示出來 這邊呢 再切到redshift的proxy 執行 export proxy 這邊呢 選redshift proxy 再export selection 這邊呢 給它的叫做 octree proxy 好 這個位置是c裡面 不管就先這樣子 好 現在是 要create proxy 所以應該是開一個新的檔案吧 對 新的檔案 對 所以你看到這邊就是 開一個新的檔案 做一個new scene的動作 然後在redshift裡面呢 create了一個proxy 這個create proxy redshift proxy file 是在scene裡面 我們去選orctree proxy 副檔名是rs 是因為它是redshift的縮寫 這個也太大了吧 然後呢 我們現在可以用redshift的don't lie好了 lice don't lie 我們來算一張圖看看 它長什麼樣子 這邊呢 render region關掉 然後再做tuning 另外就一顆數 所以 我們現在呢 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方塊啊 尷尬 ctrl D 複製 然後再 拉出來 做一點 旋轉 對不對 然後再可能也許再 縮放一下看看 它會不會有改變 再ctrl D 拉出來 然後可能也許再 轉一下 然後也許 縮小一些 再 我們開redshift render view tuning 雖然是個方塊啊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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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看來這個proxy 還不能這樣複製呢 所以呢 要怎麼弄呢 我看一下喔 算出來 對 打開來 這個是create proxy create完以後要幹嘛 選到placeholder octree proxy 這還有一個顯示的 百分比 剛剛沒有弄出來 所以原來的數是哪一顆 我忘記了 好像是 右邊那一顆對不對 這顆 這顆 然後ctrl A 叫出來 它應該會有一個proxy的 Display shape placeholder shape 在這邊 百分比在哪裡呢 好 找一下好了 找一下好了 alto tab 這個是叫什麼標籤啊 不要擋住 proxy2 ok proxy1 所以應該是上面會有一個百分比可以選 百分比是在 在這邊 preview mesh 所以應該有一個可以選 這個可以選 oh yeah 這個 oh 還不錯耶 對不對 對啊 可以感覺出來它快搞不動 呵呵 好 好 這是顯示的百分比 Alright 不要管它的 我們再看下一個是 這裡有一個object ID 這個也先不用管它 Disperse 不用管它 Visibility不用管它 再來是什麼呢 所以它這個animate proxy 其實是把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是幹嘛呢 它有一個是 它跟你講說 它的proxy呢 它有做了一大票檔案 我們看一下它放在哪裡 所以我們那個proxy 是在放什麼資料夾 asset嗎 沒有 我不想猜 我再看一下好了 它在proxy的資料夾 對proxy的資料夾 所以這個就可以變連續圖檔了 就是我們每一格都是一個單純的模型檔 不過我在做這個之前 我要先看一下 這是一個proxy 所以我再做一個新的proxy好了 對 選第一個 然後記得要幹嘛呢 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要 選 Use File Sequence 然後 Preview Mesh Preview Mesh 我覺得可以不用開的啦 因為這個其實我覺得 Loading太重了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這個proxy 先拉到旁邊去 然後我們這邊再做一個新的proxy Create 然後再去找我們剛剛的proxy資料夾 選OakTree 這個是另外幾個也都是我們的proxy 你看 選第一個 然後開啟 開啟以後呢 Use File Sequence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redshift render view 打開來 再tuning 這個視窗呢 可能 Window鍵 不行 現在 在跑 好你看喔 這個 它應該是會動的喔 我們這邊先給它一個snapshot 然後這邊再拉到第二十個好了 有沒有看到它會動 有看到喔 它到底有沒有動啊 我怎麼覺得會騙我啊 欸 28 所以它是到第幾個檔案 我看一下 preview mesh 好了 那這個preview mesh的百分比 改到差不多五十好了 那我們檢查一下 先不要算圖好了 啊 會動啦 我知道 因為這個視窗的瑕疵啦 可惡 你知道這個rendered view呢 因為這種是邊調邊看 所以它每次geometry 模型只會載入一次啊 唉 我又被騙了 對片的格物 那些軟體設計真的是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就是 如果我就是都不開的話 其實這個轉動畫 它基本上是一直都會動的 那如果preview mesh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這樣 所以這樣 這種東西好處就是說 它在畫面上呢 它是非常不吃這個記憶體的 OK嗎 這是proxy 那你試試看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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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